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會讓小孩子留下不好的回憶 所以我們所感受到的問題是 怎麼樣做的 才不會讓大人生氣罵小孩子 經過小組的討論之後 有想出幾個解決的方法 例如有當大人生氣的時候 就這樣唱歌給大人聽 還有就是半鬼臉 都大人笑 可是我們怕這樣做 大人還是以為我們在開玩笑 反而會更成氣 還有我們這一組想發動FaceUp的活動 我們會發下FaceUp這一張小卡片 請大家放在自己的身邊 先跟大人決定好快要生氣前 看到FaceUp就要先深呼吸十秒鐘 如果情況減少大人一次生氣 就在FaceUp後面前 這樣就可以減少大人的生氣 隨便罵小孩的次數了 我們一星期之間透透看的 大家減少多少次大人生氣的次數 減少大人生氣 靜心的一下 緊收一十兩招 好 服務員請你打開你的課盒好嗎 是 兄弟 謝謝老師 覺得真的很神奇 昨天晚上我在體控課的時候 媽媽總有罵吞吞的準備 要罵我的時候 我拿出K12媽媽真的不生氣了 她還在我這張背後前 我會想要看大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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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的圖案一樣常常若如下流 我們也在臉書上發起這項活動 希望有更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 一起來參加 FaceUp不生氣,世界一定更美麗 年中小三大成功 讚!